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我还会增加额外280分的奖励分数 那么这个挑战任务一共有1120分 除得奖卡以外 出售其余9张机油卡片 每出售一张就会失去80分 但不会对得奖卡的分数造成影响 只有我出售了得奖卡片时 我失去的分数将会是400分 2.Team Bonus 球队分数奖励 你需要收集球队中的每一个球员的卡片 每完成一个球队的卡片收集 都会有高额的分数加成 点击Collection 点击分数 下滑就可以看到所有球队的完成要求 以胡温队为例 完成赛季队伍 可以获得50%的额外分数加成 完成整个队伍 可以获得150%的额外分数加成 两者都完成 总共增加200%的额外分数加成 完成方式 点击去完成S2 可以看到队伍该赛季的所需球员 点击右侧 直接进入市场 我们只需要收集该球员最便宜的卡片即可 完成后 以一张占卜式S2基础卡片为例 卡片的分数为12 完成S2的队伍赛季要求 分数直接乘以1.5 卡片分数为16分 完成了整个队伍 分数直接乘以2.5 卡片分数为30分 两者同时完成 分数直接乘以3 卡片分数为36分 因为卡片属于S2赛季 所以完成S1赛季 对此并没有更多的额外加成 注意 完成后 后续所有胡温队S2的卡片都能受益 因为分数奖励是该卡片单独成算的 即使购买相同卡片也有同样奖励 如果TOPTOW在当前赛季 突然增加了新球员的卡片 那么你就需要购买新增的卡片来补充 不然将失去球队分数奖励 3.SET BONUS 系列卡包分数奖励 收集一整个卡包系列的卡片 可以获得双倍的分数奖励 以Holo Icon为例 每张1000分 收集整个系列后每张为2000分 表战者将卡为3000分 同样 后续该系列的所有卡片都能受益 分数如同买1送1 以上就是TOPTOW的分数奖励机制 在未来可能会优化评分系统 所以分数奖励机制也会同时发生改变 关注酷酷 了解更多TOPTOW资讯